我就是三公主没事吧 你 我就是三公主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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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君自从入府以来 着实辛苦 其实自从我 当日做马抢亲 与邵君初次见面 关于邵君面相 我就发现你身体不太好 又经过多日的相处 发觉邵君 是因为心急所困 这让我非常揪心啊 别别别 话还没说完 邵君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 但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邵君宽宏大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但是我的内心 已经愧疚不已了 你不认识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人 咱俩夫妻一体 所有事情 我自当是为邵君考虑的 所以今日 我特地为邵君 求得一味药医 想要邵君长命百岁 和我白头偕老 想要治愈我的病 只有一味药 你可知道了 我都给你拿来了 三公主说笑了 龙骨是何等秘宝 咱会说拿就拿 你不信 你要是不信 去小月的后处看看 我都顿着了 算算时间的话 也差不多要顿好了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 闻一闻 你还要认识 你有一天 没有有兴趣的话 你还要去选择 还是我们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这鸡子 你还认识 我嫂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我爷爷 我 你 你活在剧本里 这编剧就是天 就算你把我逼到了绝路 我也可以 可以起死回事 倩倩不要 倩倩 少君 丑丑里有毒你别喝 你别喝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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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倩 我不许你死 说句 韩硕 龙骨乃花园成秘宝 可治百病可皆百毒 千年来只此一根 韩某知道 前进是冒了杀头之罪 为你取来的 你不喝下去 治疗你的心急吗 他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我就是三公主没事吧 果然是龙骨 药套变成 许说我中毒不深 一口就好了 少权 这龙骨 能治愈你的心情 你甘心 我 我千辛万苦 为你得来的龙骨 你这样如此淡漫 你赶紧喝了 你 汉骨不敢 我为你的心 全是为你知心情 如今你不喝 那我就心动了那儿 头晕 我又想死了 三公主莫要激动 激动上身 你赶紧喝了吧 她这是以命相逼呢 事到如今 我知道 知道 竹筒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有愧于你 但是那日看你事发心急 我于心不忍 就把这龙骨喝了吧 你快点喝了 再不喝凉了 就更臭了都得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浑身上下 充满了力量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 你喝了龙骨 就能治好你心急了 少君喝了龙骨 定能痊愈的 这样 我也就 放 心 快快快 快